陈苑的驚訝 它如果說很嚴重 嚴重到他的公法區都受影響了 因為有一些人是這樣的 大概有3%左右的雄性突的病人 他在連公法區都受影響 公法區都很細 也就是說 做工法其實頭髮都生病了 不只是這個所謂的執法區 連後面後腦槽頭髮都變得很細很細 就是可見它已經受到雄性兔的影響了 有3%的病人 患者是這樣 這個時候就不適合直接來做執法 因為你如果勉強去做執法 有可能你移過去的頭髮存活率就會低 等於你可以想的是它是一個生病的一棵樹 你再把它翻動過去移植的話 這個樹很可能存活率就低就會死掉了 因為它是不健康的一棵樹 那首先你要把它弄健康再來做執法